美国国会众院5月18日以364比62票的压倒性丢失通过新冠仇恨犯罪法案 该法案要求司法部指派专员加快对疫情相关的仇恨犯罪的审查 要求协助各州及地方执法机构建立提供多语言支持的线上举报系统 同时加强培训,让地方执法机构知道如何更有效地调查这类犯罪 法案现已送往白宫,美国总统拜登早前已多次表态支持该法案,预计将签字生效 美国总统拜登5月18日参观了密歇根州福特Rouge电动汽车中心 在亲自施驾了福特纯电动F150皮卡的同时,也宣传了1740亿美元电动汽车扶持计划 拜登表示,汽车产业的未来是电动汽车,美国需要为清洁汽车提供购买补贴,但昂贵的豪华车型除外 美国将在电动汽车领域加快步伐,拜登誓言扭转特朗普政府短式的汽车排放标准 洛杉矶县监视会18日以4比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保障基本收入GBI的试点计划 其中一项建议要求,在至少三年的时间里向1000名居民每月支付1000美元 监视凯瑟琳巴格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他对该计划缺乏研究和潜在的诈欺表示担忧 该动议指出,种族歧视是造成失业率上升,以及获得好住房、好学校和好工作机会受限的原因,并呼吁采取新措施 在批准这一动议时,监视会指示首席执行官考虑将过去7年里从监狱释放的生活在贫困县或以下的女性作为事件对象 加州公路巡警报告称,18日晚上11点左右,一名驾驶白色车辆的司机在corona向东行驶时时有人开枪射击 与此同时,加州公路巡警周三早些时候还报道了另外两起枪击事件 凌晨5点05分,一辆银色丰田凯美瑞在71号高速公路西行的91号高速公路上遭到枪击 然后在早上5点31分,加州公路巡警接到电话说 在91号高速公路西行的55号高速公路上又发生了一起汽车枪击案 调查人员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至少57起类似事件 18日,欧盟27国外长以视频形式举行会议,就巴以局势进行紧急磋商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欧盟各国对巴以局势表达了各自的看法 27个成员国中的26国一致认为 巴以双方当务之急是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暴力冲突,立即实施停火 伯雷利表示,此举是为了保护平民 并让加沙地区获得充足的人道主义援助 欧盟26国还认为,持续进行的冲突 已导致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大量平民丧生 这是不可接受的 第五届世界智能大会将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 于2021年5月20日至23日在中国天津举办 本届世界智能大会以智能新时代,赋能新发展,制构新格局为主题 形成会展赛加智能体验,思维一体国际化平台 涵盖科研与应用,智慧城市和交通 国际与区域创新,智慧生活,智能制造等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 华为、阿里巴巴、腾讯、中国电子以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等200瑜伽企业和机构参展